接下來公主老師要介紹第三題 他說這個A大一點F等於1 那Fx長了A的x18 你要證明說 2分之Fx1加上Fx2 會大於F2分之x1加x2 看起來好像在玩輪子遊戲 所以x1x2除以2 x1x2除以2 但是這些是在外面 這個是在裡面 乖乖的 到底在寫什麼 那其實第一個就是知道說 Fx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些都跟Fx有關 那什麼叫Fx長這樣呢 就是說如果要求F2 那F2會等多少 就把x代成2 所以是A的2次吧 那現在不是2 而是x1 所以Fx1就是 什麼 就把x1加x1 所以就是A的x1次吧 可以嗎 所以這個就是A的x1次吧 A的x1次吧 那同樣這個就是什麼 A的x2次吧 對不對 那相加我們一樣就把它加起來 就這樣 好 所以這個 第一個 這個東西就長這個而已 這個東西就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那最後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 一樣啊 就是Fx 就是關號裡面的這個東西 就把它換成x 那這個裡面的關號的東西多一點 但是它要去求的時候還是一樣 就把x就換成這個東西 沒有嗎 所以你的x的地方 就是這裡 這個就要換成它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A的2分之 x1加x2 就這樣可以 OK嗎 好 就是這整個x就要換成這個數 x的地方就在這裡 可以換成它 好 所以這個就是它 那你又知道說2分之1是什麼意思啊 2分之1 當你這個底數大A的時候 2分之1其實就是什麼意思 開根號 就是根號的意思 那根號的意思 這個不見了就變成根號了 剩下這個x1加x2 所以這是A的x1加3x2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那再問你說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指數相加其實是 相乘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兩個相乘 就是A的x1乘上A的x2 對吧 這一個就是它 可以嗎 好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一個跟這一個 那這兩個 一個是什麼 兩個相加除以2 一個是兩個相乘太根號 你會想到什麼 算幾部的字 對 算數平均兩個相加除以二幾 幾何平均兩個相乘太根號 誰不叫大 算數平均大一等幾何平均 對吧 好 所以 這個題目就是這樣而已 這個 左邊這個就是它 右邊這個就是它 也就是它 也就是它 那 算數平均大一等幾何平均就結束了 OK嗎 所以 這個二分之這個等於它 大一等算數平均 算數平均大一等幾何平均 這幾何平均就是它 就是它 也就是我們的右邊這個 就這樣 看看有沒有問題 是 您 谢谢大家